两个街头乞丐,居然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。 咱们中国有首诗,说的是朝伟田舍郎,目登天子堂,将相本无种,男儿刚自强。 话说在上个世纪初的欧洲,两个沦为街头乞丐的人,他们也自强不息,通过二十年的努力,居然成为两个大国的统治者。 不过这俩人比较反面,他们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这俩位人物许多人都知道,他们分别是纳粹的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,意大利首相本尼托·莫索里尼, 但是对于俩人早年的事迹,人们知之甚少,特别是俩人曾将贫困潦倒,到了街头流浪讨饭的地步, 那么俩人早年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呢? 按照讨饭的先后顺序,咱们先说莫索里尼。 莫索里尼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小山村,家里并不富裕。 莫索里尼小时候上教会学校时,因桀奥伯逊被开除, 后来上了师班学校,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。 1902年,莫索里尼年仅19岁,血气方刚,自然不甘心做孩子王, 于是他想闯出一番事业,于是离开意大利,来到了瑞。 结果到了瑞士后,未来的意大利首相,就成了街头流浪汉。 为了糊口,莫索里尼做过建筑工,每天工作12个小时, 在工地上搬砖,他还做过屠夫、送货员。 但即使这样,莫索里尼依然不得不忍饥挨饿, 有一次他居然在公园,抢劫了正在进行野餐人的食物。 莫索里尼后来发达了,曾下过回忆路,对这些事虽然有所隐会, 但他曾说到,饥饿是一个粮食,差不多和监狱一样, 艰难困苦强估了我的精神,艰难困苦教我如何奋斗,如何做人。 虽然生活很艰苦,但莫索里尼一直在学习, 他在洛桑大学旁兴课程,向许多人请教, 据说他还见过列宁。 莫索里尼在瑞士积极参加政治集会, 发表演说,后来居然成为乔居瑞士的意大利社会党人的领导人, 为此他多次被捕入狱。 最终在1904年,莫索里尼被驱逐出境, 回到意大利,后来他当过兵,参加过一战, 办过报纸,利用自己的宣传鼓动能力, 祖监法西斯党,于1922年成为意大利首相。 再说说希特勒,他其实是奥地利人, 家庭状况也比莫索里尼要好, 他的父亲是海关的职员, 希特勒早年的梦想,是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, 年轻时为了追寻梦想, 他孤身一人来到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, 但非常不幸,艺术学院先后两次拒绝了这位未来的德国元首, 战争狂人,乌漏偏逢连夜雨。 这时候希特勒每个月除了二十五克朗的津贴外, 身无分文,他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工作, 于是只能到处流浪,成了威也纳街头的乞丐, 他睡过公园的长椅,下雨天就跑到拱桥下面躲避, 后来还住过收容所, 希特勒比较诚实, 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写道, 一想到那么可怜的我,那些避难所和妻身体, 那些龌龊,恶臭的可怕情景, 我就全身发抖。 后来希特勒想到了一个生计的方法, 他负责画明信片, 另外一个乞丐负责卖, 两人的合作很快然后给他们摆脱了街头流浪的局面, 后来希特勒加入德国军队, 参加一战, 又因工作接触那翠党的前身, 让他一步步崛起, 后来成了德国总理, 德国元首, 与莫索里尼一岛, 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参考资料, 一,从乞丐到元首, 二,莫索里尼传, 三,我的自传, 莫索里尼, 四,我的奋斗。